只因爱上了一个陪酒小姐 从不花钱的男人居然叫了一次上门服 听到小姐的话男人连忙解释 可见惯了市面的小姐 根本不相信男人这种虚情假意的鬼话 她熟练地脱掉裙子躺到床上 将半个床尾主动让给了男人 然而令她意想不到的是 男人居然用手垫在她的头下 就这样一整夜什么都没做 男人名叫续正 是小镇上出了名的大林光棍 因为长得老实芭蕉傻里傻气 所以相亲了多次也没人看上她 无奈的续正只好找婚介所帮忙 想要花钱娶一个东南亚的老婆 可婚介所不仅拿了钱不办事 还谢莫杀驴把要求退钱的续正暴打了一顿 经历了这些事后 续正明白一个道理 她认为之所以自己找不到老婆 是因为都是相亲临时认识的 如果没有感情两人就在一起生活 那么她宁愿打一辈子光棍 然而打脸的速度极快 这天续正像往常一样去牧场上班 只因在路上不经意的一瞥 她就被一个女人的美貌深深吸引了 续正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心动的感觉 回过神来的她立马掉转车头 一路跟着女人来到了一家医院 可她这才发现 女人竟然是一名陪酒小姐 因为职业特殊 所以每个月她们都要来医院做例行体检 但即便知道了女人的身份 续正对此却并不在意 为了和对方再次相遇 晚上她主动邀请同事去女子酒吧喝酒 果然在这里她再次见到了那个女人 可由于第一次来到这种娱乐场所 续正只会呆呆地坐在角落 整个人表现得极为紧张 在交谈中她得知 女人名叫银河 白天在一家咖啡馆打工 晚上在酒吧当陪酒女赚点外款 看着眼前呆呆傻傻的续正 见惯了油腻男人的银河 也不免对她产生了一丝好感 她不仅在喝酒时大方地 给续正一个亲密的拥抱 还主动为她唱了一首 自己最拿手的歌曲 这次的酒吧之行 让续正彻底坠入了爱河 第二天她便迫不及待地找了家旅馆 然后花钱点了银河咖啡馆的上门服务 当见到续正的那一刻 银河的表情不禁有一些诧异 但续正赶忙解释 说自己只是担心她工作太晚 想让她过来多休息一会 果然当银河脱掉衣服 躺在床上时 续正只是用手垫住 她的头什么也没做 可出于个人的职业素养 银河还是主动为她提供了服务 续正就会来到咖啡馆 点上一杯咖啡安静地坐在角落 偷偷注视着正在工作的银河 可当银河猛地回过头来时 她却害羞地立马缩进桌顶 每天早上她还会给银河 送去新鲜的牛奶和玫瑰花 当看到银河把东西拿进去时 续正的脸上不禁露出幸福得意的笑容 可她不知道的是 银河每次回屋后都会把牛奶全部倒掉 因为她从小就不喜欢喝牛奶 为了讨好银河身边的朋友 续正经常来帮咖啡馆打扫卫生 见她忙得汗流加倍 银河递给她一块手帕擦擦汗 这让续正开心得不得了 她生怕把手帕弄脏 情愿用自己的衣服来擦汗 而这块手帕成了续正的心爱之物 她整日戴在身上 一刻也不愿意离手 随着两人的关系越来越近 续正天真的以为银河对她也有好感 这天晚上她邀请银河去看露天电影 在回去的路上 她趁机向银河大胆地表白 说自己愿意照顾她一辈子 也希望她不要再做送咖啡和裴酒的工作 可还没等续正的话说完 银河就打断了她 女士 我们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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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续会训练成了 银河直白地拒绝让续正有些不知所措 她思考了一整夜 认为一定是自己的诚意还不够 于是第二天 她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再次找到银河 试图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诚意 可没想到这次银河更加生气了 她将钱全部扔到了续正脸上 警告对方不要再干涉自己的生活 随后任凭续正如何生死力竭地哭诉中长 银河还是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 续正本以为自己不管做什么 都五不热银河那颗冰冷的心 但她不知道的是 从那天开始 银河总是想尽办法不去送咖啡 在酒吧兼职时 她故意把自己喝得烂醉 聪明的她又怎会看不出续正的一片赤诚 但她不堪的过往 让她不敢也不配去接受这份真心 然而她还是低估了续正的执着 这天深夜银河刚刚结束酒吧的工作 没想到续正一直在外面等着她 她执意要送银河回家 或许是因为酒精的作用 这次银河并没有拒绝 路上续正特意为银河准备了她最爱的歌曲 她为上次的事情真诚地向银河道歉 伴随着欢快的音乐 银河用手紧紧搂住续正 这一刻她体会到从未有过的踏实和安全感 回到家后银河打开续正送的牛奶 捏着鼻子小口喝下 没想到原本讨厌喝牛奶的她 竟然从中还尝出了一缕香甜 可就在两人的感情出现转机之时 续正的母亲却无意间得知了这个消息 她不仅强烈反对儿子和一个陪酒女在一起 还硬是拉着续正去找人相亲 而相亲地点就选在银河工作的咖啡馆里 续正无力反抗年迈的母亲 只能硬着头皮见招拆招 不管相亲对象问她什么 她都故意反着回答 可即便是这样 银河看到这一幕 心里还是像被挣扎了一样 此时恰好有人点了外卖服务 原本已不打算跑外卖的她 一气之下再次前往了旅馆 猥琐的客人自然也不是为了喝咖啡 她抱住银河想要特殊服务 没想到银河却下意识地拒绝了她 客人对此大为恼火 二话不说直接用酒瓶砸在她头上 银河瞬间鲜血直流倒地不起 等她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病床上 原来是续正把她送到了医院 并且在这里守了整整一夜 看着眼前这个又傻又可爱的男人 银河心里充满了感动和幸福 她终于卸下心中所有的顾虑 答应了续正的求婚 不久之后 两人如愿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虽然现场布置得很简单 但是续正却开心地像个孩子一样 母亲也开始渐渐接纳了银河 在宾客面前努力说着儿媳的好话 然而这倒不是母亲事宜至此的妥协 而是因为在相处中 她发现银河是个懂事孝顺的好女人 她不仅会帮着家里忙里忙外做家务 也会体谅婆婆为这个家操劳了一辈子 为了让婆婆放松一下享受晚年生活 银河拿出自己的私房钱 偷偷为她报名了去冀州岛的旅游团 你还在说吗 自从嫁给旭正以后 银河与过去所有人都断绝了来往 她一门心思在家照顾丈夫的起居 两人的婚后生活和谐又甜蜜 这天他们来到一片梨花树下 在漫天飞舞的花瓣中 他们许下了永不分开的誓言 然而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 却毁掉了这美好的一切 这天银河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 她的心瞬间沉入了海底 隔天这个打电话的男人就找上了门 她自称是银河的丈夫 要从旭正手里带走银河 原来银河曾经结过一次婚 因为忍受不了前夫的家暴 所以她只好选择了离家出走 可由于两人没有办离婚手续 前夫威胁旭正 如果不拿出七十万 那么她就将银河带走 被逼无奈的旭正只好忍痛卖掉奶牛 这才把对方要的七十万凑齐 拿到前后的前夫立下自举 答应以后再也不会来骚扰银河 可本以为一切都已经过去 没想到前夫却出而反而 没过多久又再次找到银河 她以重婚罪要起诉续正为由 继续向银河索要分手费 俨然把她当成了自己的提款机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这天卫生站的人找到续正 说她的妻子被查出染上了艾滋病 让她也到医院去做个检查 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一般 让续正一时间难以接受 好在经过检查 确定她并没有被传染 但续正却没有因此感到一丝开心 她宁愿得病的是自己而不是银河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续正每天都心神不宁 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少 她不知道该如何把这件事告诉银河 而银河也察觉到了丈夫的反常 她误以为是前夫的事 让续正心存芥蒂 于是不禁萌生了离开的念头 这天辗转许久的续正终于打定主意 她决定把这件事如是告诉银河 希望她可以好好配合治疗 他们一定能共同度过这段艰难的日子 可回到家后 她发现银河并不在家 除了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饭菜外 旁边还放着一封信 续正这才明白银河离开了 她像风了一样地追了出去 但一切都已经为时已晚 银河最终还是离开了小镇 在往后的日子里 续正找遍了周围所有城市 但却始终是一无所获 直到这天 她收到一笔一地存款 汇款的人正是银河 原来为了给续正还钱 身无所长的银河只好选择重操旧业 她并不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 每天像个机器一样不停地接客 然后将赚到的钱全部存到续正的户头上 续正本想通过银行查询汇款人的地址 结果却被告知对方是现金存款 根本没有固定的地址信息 转眼间一年过去了 续正每天像行尸走肉般过得浑浑噩噩 母亲劝她忘了这个女人 就当对方从来没有出现过 可认死里的续正又怎会轻易放弃 她仍旧不厌其烦地四处寻找 每当她感到要崩溃时 她就独自来到海边 一遍又一遍呼喊着银河的名字 或许是上天被她的执着所感动 这天她终于得到了银河的消息 但打来电话的人却是警察 原来由于接待客人传播了艾滋病毒 银河被警方逮捕了 这瞬间成为当地最大的新闻事件 当序正赶到警局时 看到日思夜响的银河被记者们围追堵截 压抑已久的情绪终于在此刻爆发了 如今银河终于明白一年前发生了什么 但她能回应丈夫的只有无声的哭泣 然而这一幕却被敏锐的记者目睹 为了抢下头版头条 一家无良媒体找到旭正 他们谎称只要接受采访 就能为银河争取减刑的机会 单纯的旭正信以为真 毫无保留地将他们的故事讲了出来 结果新闻一经报道立刻轰动全国 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镇上 所有人都知道旭正的妻子是个小姐 而且还得了艾滋病 一时间镇上的人无论男女老少 争先恐后地开始做病毒检测 这件事让全家人都抬不起头 愤怒的哥哥将旭正一顿报答 警告他不要再和这个女人有任何联系 一旁的母亲也只能躺在床上黯然流泪 然而即便是这样 旭正还是不愿意放弃 他一次又一次去看守所探望 可每次都遭到银河的无情拒绝 原来为了让弟弟断掉念想 哥哥带着母亲提前去了看守所 他希望银河主动和旭正断绝来往 不要再打扰他们家的生活 心怀愧疚的银河只好答应了 他可以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但却不能不在乎旭正的未来 在等待审判的那段时间里 银河在牢房里度日如年 他每天都贴在墙上看着和旭正的照片 他多么怀念和旭正在一起的欢乐时光 而旭正又何尝不是这样 他在家里一遍一遍地看着录像带 回忆着他和银河的点点滴滴 看着日渐颓废的儿子 年迈的母亲不顾阻拦 直接毁掉了录像带 之后他更是以死来威胁旭正 说如果不和银河断绝关系 那么他就喝药自杀 可没想到旭正却一把夺走母亲手里的毒药 然后不由分说地喝了下去 好在最终抢救及时 这才保住了一条命 但由于生态受损严重 旭正从此以后再也说不出话 经历了这件事后 母亲再也不劝旭正放弃银河 他心疼地告诉旭正 只要他能好好地活下去 当妈妈的做什么都愿意 不久之后 银河的判决终于下来了 因为不是主官故意传播病毒 法院酌情判了他两年的有期徒刑 在去往监狱服刑前 银河终于同意了续正的探视请求 为了让续正看到自己过得很好 他特意悉心打扮了一番 而他也并没有忘记 对哥哥和婆婆的沉默 当见到续正后 银河故意表现得异常冷漠 我看得很不舒服 你别想着想着 你如果不见了 你如果不见了 你真的不见了 你真的不见了 你真的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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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因为我生命运了 你真的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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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见了 你真的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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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见了 我真的不见了 听到银河的话 续正眼含热泪却无法开口 他拿出一张手写的承诺书 那是他之前对银河说过的话 上面写着无论发生什么 他永远不会离开银河 会一辈子都爱着他守护着他 尽管银河看完后内心感动不已 但他只能拼命压抑自己的情感 强忍着眼泪 嘴里继续说着刻薄的话语 很快探视的时间就到了 眼看银河就要被预警带走 此时的续正再也忍不住了 他开始拼命拍打波音 用尽所有力气喊出了银河的名字 哥 motiv啦 啊~~ 不yal你什么事 怎么才会做吗 ε��整 尼 溪何处理 throp猜口... OPPA 可以啰喽 可以知道 Jerry,抱歉 抱歉 ätz me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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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我的天啊 我去跑 不要 你放在哪 我放在哪 我放在哪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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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的时间很快过去 当银河从监狱里走出来时 只见外面洁白的雪花漫天飞舞 他终于再次感受到了自由的气息 而此时的不远处 旭正傻傻地站在雪人旁边 他开心地向银河张开双臂 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 从此以后 再也没有人能将他们分开 电影至此也接近了尾声 有人说旭正是个彻头彻尾的傻子 也有人钦佩他为爱付出一切的执着 或许这才是爱情原本的样子 爱情不是两个人简单地在一起享受幸福生活 而是共同面对一切磨难 且心里始终爱着对方 如果上天让你们注定相遇 那么请一定要彼此好好珍惜 因为那是命运送给你们最可贵的礼物